哈喽 今天是酱鹅干 这个是有两个口味 有一个甜辣味 之前推特是甜辣味的 现在就是他们家又多出了一个原乳味的 就是说这个原味的更适合宝宝吃 带来一个孩子吃 因为肝脏制品是宝宝添加腐蚀的首选 那个鹅干它本身就含有多种微生量元素 比较适合咱们女性啊老人孩子吃 而且它还是低纸低塔的 这样的也是也可以吃 有人说为啥 那个西餐厅里的西餐厅里的那个法式酱 法式鹅干那么大呢 你这个这么小 因为就是说西餐厅里的那种鹅干 它是人工就是饲养的 就是挂的那种饲料啥的 就是说就专门把它的鹅干养得特别的大 咱们这个就是正常大小的 咱们这个就是正常鹅的鹅干 本身一只鹅的鹅干 它就是正常的重量就是70克左右 所以说像那种 那种西餐厅的鹅干还是少吃的啊 甜辣口感的 我比较喜欢吃甜辣味的 原味的就适合 我们不喜欢吃辣的 或者就是更适合孩子吃 对咱们女人在大妈吃点可以多吃鲜干啊 闻闻它含铁非常的高 是不是啊 可以根据自己需要的口味和数量来选择下的啊 鲜皮酱油的小黄瓜可以吃的 鹅干就是我的最爱 不是说鹅干 就是干制品 猪干呀 鱼干 我都喜欢吃 但是鹅干的口感更细腻一些 我都喜欢吃饭 我都喜欢吃饭 这个吃饭 太太热了 这也就是你为什么不是吃饭 吃饭 酱油的一碟